哈喽朋友们大家好,我是小潘,专业做白酒全国批发,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,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的视频,在以前的视频中和大家分享过钓鱼台的方华酒,还有国台的十年酒,很多朋友问我钓鱼台产品和国台的产品对比一下哪一款产品好,特别是实际的, 这两款产品定位差不多,但国财,包括钓鱼台系列中定位差不多,价格呢也是,虽然这个方华要贵的,但是呢,如果对比的话,因为钓鱼台的产品普遍价格都要高,要比其他系列的产品要高,这两款产品的酒制到底哪一个好呢,今天呢,我们对比一下钓鱼台的方华和国台生产品, 这个方华的包装一看就非常漂亮,非常上导致一个钓鱼台的方华,这是国台十年,这个前期呢,也和大家讲过这两款产品,我就不再具体介绍了,这个,但是品牌的证明度上呢,个人感觉,钓鱼台的品牌要比国台要高端一些, 我们打开看一下,这两款产品啊,为什么朋友问我这两款产品呢,做一下对比呢,可能是因为当时呢,我这个,两款产品放在一起,因为它都是黄瓶的,价格呢, 定位都差不多,定位都差不多,然后呢,这个,很多朋友就疑问这两款产品,到底哪个酒挺好,哪个倾价比高,这是一款2018年的国台十年,已经跟大家讲过,这款产品已经停产了,这款呢,是今年的一个钓鱼台方华酒,我们呢,对比一下,这两款产品,究竟哪一个酒制更好呢, 非常香呀,到时候非常香 因 surge,因为大家节目巧itar mill,到时候它先开始开始就行 folded那麴 你看,管理会危险的效果,便利没лег,安逸准备状态 然后产品将其蒸補去 Recent司 ago,请an wages for taste 闻香的话,调一台方华的香气要好 明显的要比国台十年这个产品 闻起来更为协调舒适 酱香浓郁一些 这一款 方华这款产品确实不错,非常好 它不管包装漂亮,酒制也是非常不错的 入口非常饱满 这个酱香非常浓郁 回味也比较好 入口非常顺畅 回味也比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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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款九体,如果,要比方法柔顺一些,回味呢,不如方法长, 总体上吧,10年这款产品,酒质应该不如方法好,不如这个钓鱼台的方法好喝,不如它降强浓郁,酒里厚重,这款年份好的,年份好的,这个产品呢,它就是入口比较柔, 酒体柔顺,然后回味也非常好,也不错,但是不如方法的回味长,这个,总体上吧,这两款产品对比的话,还是钓鱼台方法要好一点,但是呢,这款产品是年份以外,它是一款, 2018年,平手了两年,所以它这个入口更为柔顺,更为柔顺,酱香优雅,非常那个,不如这个方法,酒体上浓郁厚重,没有这个浓郁厚重的感觉, 因为钓鱼台的产品质,怎么说呢,钓鱼台啊,品质控制非常严格的,虽然它那个现在定制产品非常多,但是它酒体不错, 所以它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,国家十年这款是年份酒,它是十年老酒的一个年份酒, 然后有两年的平暑日期,这款产品的性价比也非常高,毕竟呢,它要比这个方法便宜不少,便宜不少, 所以呢,这个产品的酒制也是非常不错的,性价比非常高,对比这个现在国家系列中同价位的一些产品来说, 这个产品的优势也是非常大的,今天呢,给大家分享一下国台和钓鱼台的两款产品, 那个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,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的话,可以在我们视频箱上留言,也可以私信我, 我都唯一恢复大家了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